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8日 今天是星期日 這一節要講講 震撼14億人的消息 聽起來好像有一點點誇張 但是其實也不是的 想清楚一點 如果這件事 真的進行的話 這件事真的 會震撼14億人 所以看起來有一點點誇張 如果真的做起來 情況就嚴重了 這個叫甚麼事呢 這個叫做俄羅斯 居然提議 是要買回 這個叫做遼寧號 為什麼會有叫做 買回遼寧號呢 整件事講一下就複雜了 明明中國大陸這隻 原本叫做阿良格號 這隻 原本是跟烏克蘭買回來的 好了 明明是跟烏克蘭買一隻船回來 為什麼你說俄羅斯要跟你買回來呢 所以大家想想 那些甚麼主權問題呀 自古以來誰屬於誰 說說說說就很糟糕了 原來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買一隻遼寧號 即是阿良格號回去 原來是屬於俄羅斯 因為 烏克蘭 按照俄羅斯所說 自古以來 就屬於 就是俄羅斯才對 所以呢 厲害了 烏克蘭賣東西給你 麻煩你給我 這個還不夠震驚 真是震驚 14億人 但是大家覺得這個邏輯 很熟口熟面呢 真不愧是蘇聯老大哥 做事跟中國共產黨 一樣那麼無恥 這個就是經常 聽到中國大陸說得最開心的說話 現在驅演 發生在這個遼寧號上面 所以這一節我覺得真的相當有趣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其實近日 整體香港的氣氛對於時事 的興趣也是大減 反而對娛樂就是 增加 所以我們時事評論 時事的台 整體來說 我都留意到 整體來說 也是有所下跌 希望大家就是努力幫忙 打開節目清單播放 說回發生甚麼事 俄烏戰爭持續衝突升級 於是 俄羅斯 對烏克蘭 的魔爪 現在要伸向 竟然是中國大陸 為甚麼那麼奇怪呢 俄羅斯進攻的名名是 烏克蘭 為甚麼 搞搞一下烏克蘭 要問中國大陸 拿航空母艦呢 原來早前有俄羅斯議員提出 幾點的 根據目前 現在這樣的戰況看起來 看起來呢 似乎呢 這個俄羅斯 應該是要拿回遼寧艦 這個就是俄羅斯報道 在6日的時候 俄羅斯 國家道馬 即是這個 下議院 俄羅斯的下議院跟我們香港的 那個 立法會呢 魏立法會也有點相似 整班瘋子在裏面 我這樣說實在太過抬舉了 他們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地方 特別行政區 的一個魏立法會 你說跟國家道馬可以相比呢 實在太過抬舉了 俄羅斯這個國家道馬呢 就是一向以說話 驚人見稱 這次驚人的程度呢 又嚇倒了 十幾億 中國人了 因為他們 要跟你買回遼寧號 原因很簡單 遼寧號 原本就來自烏克蘭 烏克蘭賣給你的嘛 烏克蘭自古以來屬於我們俄羅斯 所以呢 阿良格號 即是現在的遼寧號 就屬於 我們 俄羅斯 我們肯用錢跟你買 就已經很給面子了 你本來是應該 無條件 給我們一隻遼寧號 大家這個故事是不是很熟口臉 跟著中國內地人 當然是說 我買回來的時候 是賭船來的 我放了那麼多人力物力 去改建 將它變成了 現在的遼寧號 那麼威武 那麼有戰鬥力 裡面有那麼多新型裝備 我投資了那麼多錢 化為烏有 屬於我的 是不是很合理呀 我其實也覺得很合理 但是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故事 很熟口臉 這個故事 主角 大家有沒有想清楚 那個subject 那個object 不要緊 那個主體是甚麼呢 那個主體呢 就是叫做香港 當日 割香港出來的時候 首先第一個就不是你啦 拿回的時候 拿回的時候 我投資了那麼多錢下來 改善了這個地方 令到這個地方那麼繁華 中國大陸說甚麼 李德里 總之這塊東西是我的 整個故事 是不是 非常熟口熟臉呢 我李德里 李德里在瓦良格號 做了甚麼投資呀 總之他 自古以來就是屬於我的嘛 我現在問你要拿回 就是要問你拿回 你放了多少錢下去 不關我事 夠不夠震撼呢 當然是震撼啦 你去拿別人的東西的時候 你當然是覺得沒所謂的 自己被人拿回的時候 說跟你相同邏輯的時候 看你還有沒有覺得那麼過癮 坦白說 這次呢 我支持俄羅斯 沒有辦法 按照平時中國大陸 中國共產黨的邏輯 無論你投資了多少錢下來這裏也好 由始至終 雅良格號 都是屬於俄羅斯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無論你放了多少錢下去 雅良格號上面也好 與我無關 總之 誰意圖把雅良格號從俄羅斯手上分裂出去 就是分裂分子 你背後勾結任何國家也沒有用的了 是不是很厲害呢 強盜的邏輯 真是可以說得 真真有詞 誰帶誰惡誰正確嘛 誰叫那個是你蘇聯老大哥 他是你契哥來的 請你拿回 麻煩你乖乖地交回遼寧號出來吧 他肯給你錢 已經算很給面子了 好了 笑了那麼久 認真說回這件事 這件事當然 就不是普京現在提出 現在 是俄羅斯國家道馬提出 俄羅斯國家道馬 向來以說話不正常就見稱 不代表他們說話 就是普京會執行 但是 有些時候普京真的會執行 不過坦白說 我就覺得俄羅斯就不會強行拿回遼寧號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遼寧號對他根本沒有作用 現在俄羅斯 要的是彈藥 要的是晶片 要的是制度武器 階凸的武器可以發射導彈 其實他要你 中國大陸的遼寧號是沒有用的 現在 主要的俄烏戰場絕大部分 其實 都是陸地 其實 所以這個 真真正正要拿回遼寧號是沒有什麼機會的 也不會太有作用 不過 俄羅斯 大大聲說這個 是 問你拿回 整件事 我立即想起平時中國共產黨說得很開心的 台灣也是你的 香港也是你的 你們投資了下去 關我差事 總之我要拿回就拿回 這次還不輪到你回力標 這次叫遼寧號回力標 平時扔銀 扔得那麼開心 讓你自己吃回 所以 平時說一些說話難聽 當有機會 是反轉的時候 你又會說是人家不對 這次是誰不對呢 你自己說吧 按照俄羅斯國家道馬所說 他說明明當時 就是蘇聯解體烏克蘭 給你一隻阿良格號 用一個 金屬廢鐵的價格 賣給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當時還要 俄稱 說要起 賭場 誰知道後來 偷偷地 把這個阿良格號改了做遼寧號 所以 麻煩你乖乖地 還回船 出來 因為你由始至終 都是老點拿回來的 我覺得 他的說法 真的跟 中國共產黨平時 那些強度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按照俄羅斯這個強大的邏輯 其實不只是遼寧號的 所有東西來自俄羅斯的 你全部要還的時候就要還的啦 你福建艦啊 還是山東艦啊 你不要讓他發現 裏面有任何的技術是來自俄羅斯 不然 他就有權負你取回 中國大陸就是一個這樣的邏輯來的 你說多好笑呢 支持俄羅斯的朋友 不要聽不到啊 跟你說的藍絲 你們不是很支持俄羅斯的嗎 這次 問你取回 趕快給吧 是不是 大家記不記得 藍絲很喜歡說的嘛 你喝一杯水也是來自中國大陸 不要喝了 按照這個邏輯 麻煩你 把全部殲-11 乖乖地交還出來 沒有給你 在台灣海峽飛來飛去 你的殲-11 在 俄羅斯那裏抄回來的 那個是蘇27戰機 沒有俄羅斯怎麼會有殲-11 乖乖地拿飛機回來 這次真的 不是開玩笑 雖然有點誇張 其實也不是誇張 真的14億人 感到 震驚 被撼動啊 原來平時自己說的話是如此無恥 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